今天是 台湾社 台湾教育学会 台湾北社 中社 南社 课社 教授联盟 跟教育台湾化联盟举行的记者会 因为这几天 我们发觉教育部要透过他的公权力 来修改教科书 所以才举行这一次的记者会 我们有三点来说明 第一点 这是马政府 马英九 以及教育部处心机率想要改变 历史教科书的做法 2008年 马英九担任总统之后 就冻结了九八课纲 而且修改 再将政治学者张亚中 把他列入课纲委员 之后将中国史变成1.5册 台湾史呢 要说明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 然后要挟这些出版社在撰写 台湾史的时候 中国史的时候要符合教育部的要求 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来想要控制教科书的内容跟审定的过程 所以今天召发记者会很重要 就像教育部主任秘书王座台他说过 日志跟日据来相提并论来提出 其实这一点就表明马政府跟教育部 其实在配合来符合马政府跟马英九常常说的 一国两区 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想要将台湾史纳入中国史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提出抗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三亚中不是历史学者 但是他创办了三个出版社 一个是客艺 一个北一 一个史记三家 而且这三家的出版社的执行长 是两岸统合学会的郑其生 理事长是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 所以这显然可能有宗志在里面 或者是说 他可能要配合中国统一台湾的这样的想法 透过教科书想要改变教科书内容 所以这第二点 我们相当的关切 而且认为教育部如果容许这样的教科书 送审通过的话 可能违反台湾教科书的所谓过去长期来耕耘的成果 而且我们郑重呼吁 不能假借自由 说教科书可以公开来撰写 假借自由之名 其实作为统战 而且修改教科书内容的这样的手法 这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认为台湾史就是代表台湾的国家历史 代表台湾国家历史 当然要立足于台湾这块土地跟人民之上 来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变迁 这块的历史变迁 当然要描述台湾到底怎样的成长 今天有自由化 民主化 或者人权 以及台湾做成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过程 所以基于这三点 我们今天召开记者会表达最沉痛的抗议 以及对马政府长期以来 想要修改教科书符合他一国两区的做法 提出警告 而且呼吁大家应该重视这一点 好 谢谢大家 台湾的中学里面可以使用 这也非常危险的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常假借台湾自由的民意 其实行统战和渗透的事实 所以这一次记得我们呼吁 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 而且台湾人民应该要相当警戒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认识台湾这个课程在1995年 李登辉前总统的时候 才在国中一年级来实施 那之后经过台湾的民主化以后 后来才有台湾史 这一策的成立 现在马英九如果是要将台湾史 纳入中国史的范畴 或者说要改变台湾史的内容的话 其实是斗贴路了 是开时代的倒车 又回到戒严时代 台湾已经民主化了 台湾已经台湾化了 再走向戒严时代的这样的历史的教科书 是违反时代潮流 违反台湾人民的意志 第三点 教育部配合马英九的政策来实行 马英九想要改变教科书的内容的企图 所以教育部的组合秘书才会说两岸并程 其实完全是配合马英九想法 这样的组合秘书 其实不应该当组合秘书 我们非常懇切的要求 或者抗议教育部长用这样的组合秘书 第四方面 谈到日据日治 其实是谈到台湾的问题 日本在1895年 因为跟亲国发生战争之后 满清政府将台湾澎湖 拘案给日本 这是在合约上写明 1945年 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接收 其实没有跟日本订立合约 一直要到1951年 救援商合约订立的时候 日本说放弃台湾澎湖 但是没有放弃给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在1952年 跟日本订立合约的时候 是根据救援商合约的规定 所以在内容上 日本是放弃台湾澎湖 也没有放弃给中华民国 所以如果来探讨日据 我们也可以探讨说 中华民国接收台湾 有没有合法性跟正当性 因为在合约上都没有写 所以如果大家讨论的话 对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正当性 更是危机了 所以如果张亚中也好 教育部也好 那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说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 有没有正当性跟合法性问题 那这样的话 更能够凸显出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那在整个在撰写历史的时候 我们撰写中华民国统治台湾 到现在这段历史 应该怎么写 那重新回到历史原点的时候 我们要批判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 有没有合法性问题 那这一点的话 我想讨论日据 正好可以揭开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 合法性跟正当性问题 所以我想以上四点应该是 当然很多位先进来讨论 或发表言论 大概是这几方面 当然我们最后非常希望 要站在台湾 了解台湾 这是在台湾 多少人奋斗出来的一个成果 再倒回去 其实是违反整个台湾的民意 所以台湾史应该是代表台湾 而且台湾史应该让 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学习 如果违反这样的主流 违反这样的时代潮流的话 我想会被整个时代淹没掉了 我想以上 谢谢 谢谢